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乔庄后的张艺兴 在长沙 邂逅张艺兴成为许多店家的兴奋士 他喜欢去的米粉店等地方也频繁成为粉丝的打卡店 不过 对于长沙的最佳接触方式 如今已站上人气巅峰的张艺兴却恨不得低调更低调 尽可能不要被认出来 11月28日 张艺兴在综艺节目中 为了贴近感受同龄创业者的人生 全程乔装成录音师跟随 在长沙最繁华的闹市区工作一整天都没有被认出 这也让他尤为兴奋 年少初到 早在中学时期就因为明星学院 而成为湖南本土的人气小明星 张艺兴要想好好逛街是比童年人麻烦的事情 从进入EXO组合后至今 已经站上人气巅峰的张艺兴要想好好逛长沙 就是更不容易的事情 然而作为长沙小骄傲 张艺兴的长沙情节却一直都在 她用长沙话说唱 也总是不经意露出普通话里的几分长沙塑料味 甚至在接受采访时也会说起长沙话 不仅如此 爆红之后的张艺兴始终没有改变逛长沙的习惯 不同当红明星出门困难 张艺兴总有自己的方法 也恰是因此 长沙许多米粉店和餐厅都有张艺兴的传说 耳濡目染的长沙风味 已经是她骨子里的本色 11月28日的综艺里 张艺兴为了感受同龄创业者的生活 特意乔装成节目组录音师出现 不同于许多影视剧里的乔装 只是戴个面纱 张艺兴不仅有口罩遮面 还特意选了一定剧组常见的工装帽子 服装也是全部变成剧组常见的深色工装 担心自己被认出 张艺兴还提前前往超市购物 无论是身边的顾客 还是近距离接触的老板 都并没有认出这位大明星 这才让张艺兴放下心来 不仅仅是扮相 张艺兴跟随创业者 前往长沙颇为繁华的丰盛西里时 虽然身穿录音师的服装 却被工作人员簇拥 这让他发现路人会投来打凉的眼神 立即要求工作人员不能关注他 拍摄中满口长沙画的张艺兴 和许多长沙牙子并没有区别 他还要求摄影师不能追着他拍摄 不然一眼穿帮 不仅如此 他还要求必须要像平常录音师一样 融入工作团队里 其他人不能躲开 方方面面都要做到细节里 恰是如此 张艺兴与节目里拍摄的创业者 近距离更换电池 以及前往甜品店购买饮品 都完全没有人察觉出异样 而他满口长沙画的模样 着实完全颠覆了舞台上的 萨爽姿态 全程隐匿在市井之中 这次成功乔装出行 让张艺兴也尤为感触 相比艺人生活总被簇拥 真实的日常生活 让他感慨同龄人的想法 其实很相似 大家都希望走出舒适圈 去创造梦想 虽然具体的方向各有不同 但是思维有共情 并不希望在生活里 也背负着明星张艺兴的光环 他卸掉乔装 与拍摄者见面时 也并没有经过特别化妆 头发都没有梳 就坐到了对方身边 虽然他自认有同龄人的共情 开口却用自己 作为娱乐厂牌创业者的身份 输出经验 流露出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后的老道 如今进入儿立之年的张艺兴 对于想要自主创业 开烘焙饮食店的女生之言 长沙虽然很适合做餐饮业 但是首先要找准自己主攻的锤类领域里的状况 同时要找出自己的差异化 找到破局点 并且要从大数据分析里 找到客户人群的喜好 简单几句话也道出了 站在娱乐圈顶流的他 并非只是依靠帅气 还有许多理性的分析和经营 虽然他享受乔装后 混入市井生活的畅快感 但是开口还是显露了老道 而这其实是舞台上的张艺兴 极少展示的那一面 这里是凤凰娱乐 喜欢视频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